吃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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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分手机 那你那个 股仓这个月赚了多少钱 我昨天刚刚算了一下 净利润超过一万 还有这样 这么多 一万 一万呢 小姐 那个一年下来 还不少赚呢 相信未来会更好 到的大家开这个会呢 也就是想说 谁家这个屋子宽 院子大 家里有条件的 大家可以先自己拿出一部分钱来 把这个家里改建改建 就可以跟谷仓一起 增强咱们村的这个民宿业 这办民宿 还得我们自己先掏钱呢 对啊 孙叔姐 这我们家真的很困难 一点余钱都没有啊 孙叔姐 有没有这个不让我们拿钱 然后就把民宿给开起来的方法 对 对 最好 进化庇庇的不花钱是最好的 对吧 有道理 到现在还是没有来找你报名的 没有啊 你家也没有 看来李坚然说的对 想让这些村民们掏钱办点事 真不是金融一奶 我当时把这鼓仓费了这么大的劲 改成民宿 我就是为了想 先做个试点 竖个标杆 才这么做的 想带着大家一起上 这不能半途而废啊 是啊 你是想要跟大家一起上 可是没有人跟你一起上啊 没错 问题肯定不单纯出在钱上 还是工作没做到位 明天就先找村里 两个条件最好的带头先干起来 二叔的老宅啊 这是最好的